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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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們早上七點半 今天好早來到機場 我帶我們10點飛機 十分鐘過了安件 超級超級快 準備開靠我們的日本之旅 早上7點半 留在Laguardia機場 現在7點多還未在法河市 這裏是Laguardia的Terminal B 這裏很生長 新的JFK 現在去找早餐吃 好餓了 去吃早餐 這是Bagel Sandwich Vinagran 這邊是雜糧 我記得那邊有Taco Dunky Donut 咖啡 這裏是全品 門進入到Starbucks Wendy Chi Star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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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魚 прод 粉 董 對 issant 我在 五 牛 五 融 六 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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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点 好 我們飛機現在有一些晚點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入飛機了 有點冷 這個是美國國內機 因為我們先飛去華盛頓 然後再由華盛頓飛去東京那邊 美國國內航班比較小 比較窄疑 自然坐位一陣子 現在發覺每次轉機 最擔心的問題就是 如果中轉站停留的位置太短 然後它第一個航班 如果是遲了 延遲的話 就會影響第二個航班 我現在很怕飛不到 我上次去香港就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航班晚點 到了台灣的時候已經遲了 台南也剛剛好天氣不好 每一的航班都延遲 所以整個人Two trust他進入 都去不了 然後大家的飛機都再麻煩 但真的很麻煩 大概介紹一下 這是美國國內力量的航班 普通國內航班 values 3百元 SPIRIT是可以做到100元以下 唯一不足是他們不允許帶手提的行李相機 你只能夠帶一個小袋 而且他們的航班經常有超賣現象 所以有可能你買了票你都上不到機 或者有時候飛機會延遲 現在已經到華盛頓了 我們雖然遲了一點 但剛好趕得上去逛逛時間 這班航班由華盛頓飛去東京 是12點30分逛逛 然後我們現在12點十幾分鐘來一次 但剛好大家還在逛逛 時間剛剛好 啊 這個是x 這個是waffel 這個是waffel 這個是x 他們早餐比午餐都好吃 午餐就太難吃了 啊 豬肉草 看到蘑菇 有 potato 還有蛋 蛋,起司,起司和麵包 裡面有水果,還有麵包 我覺得這個航班超級燉 有頭燉的,內米直頭 那個傢伙帳號碼的鈴鐺亮了多少次 我也完全不知道,我到底在這邊天氣不好 還是單純因為飛機師的問題 不是說整塊果醬很甜 很多的朋友有多難吃呢 蛋是淡的 薯仔是辣的 醬汁很奇怪,很重的味道 太鹹了 鍋子超甜超甜 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 很可憐 到了東京了 我們出了景之後 行李都在等我們 人家都走了 行李都出來了 我們出來了 拿了行李 現在可以出發去市區 我們現在出了關了 機場超級多人 特別是接機 後面很多人 現在懷疑一下懷疑一下 完全不知道應該是哪個方向 我之前跟我說過 日本的文化 他們是很 對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語言文字 是很有自豪感的 所以他們很少人會說 英文 我剛剛出關的時候 已經體會了一次 的確他們很少人會說英文 溝通上很大問題 現在我們是在羽田機場 坐地鐵出去 MO 對 Molo Rail 就是在這裡排隊了 我們過來之後 真的沒有這麼興奮 真的不像是回到香港 或者去韓國玩 那麼興奮 一路是因為語言不通 我們兩個是 一點都不懂日文 一點點驚驚青青 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去哪裡 我們今晚是住在秋月月一晚 然後明天第二天 我們就會 搭 新幹線 去大阪那邊 只有今晚留在東京 群情是有些趕的 現在有沒有很興奮的感覺 一點點 未出到市區 可能出到市區會比較興奮 現在還是很 都不知道 感覺 很困難 上機的時候也沒有 今早起床的時候 7點多起床 都沒有那種 我們要去日本 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 要趕飛機了 那樣 這樣啊 想找他嗎 他就在這裡 出來了 離開機場咯 這個是我第一張 日本東京的地鐵票 五百日圓 五百日圓 好漂亮啊 這裡 剛好看到海 好棒啊 又很乾淨 然後天氣又很好 好可愛 這個字其實我們肉眼看到 它不是這樣閃閃閃 但是三行都是定的 靜子 但是不知怎麼錄起來 或者拍照 都是看不到那些字 的 只是這樣看見 這樣閃閃閃 這個地鐵圖案 好可愛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聽到地鐵裡面的日語 就馬上會有那種自身覺外的感覺 這裡有一點櫻花 不過去的時候已經是四月中旬 所以基本上全部櫻花都已經是萬櫻 日本就是給人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你看他們連這個江和河都很壁藍 那種感覺真的令人很舒服 而且在他們的地鐵裡真的沒有人說話 超級安靜 我現在先去check in 放下行李 再去找東西吃 在香港的地鐵站 我看到大家都會走右邊 但是日本是大家站在左邊的 上來這裡就看到整排櫻蛋 Oh my god 這個人已經說看不看了 右邊這個人 已經忍不住了 要看看了 天啊 很多櫻蛋啊 這個披薩扭蛋機超可愛的 我有披到 但是因為日本實在太多櫻蛋機了 而且周圍都是 我們每天都有披幾下 所以大概現在我們先看看這裡有些什麼 之後我會重新再出一集 總結我們這麼多人披了些什麼蛋 買了些什麼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訂閱和關注我 一套餐具 這個又好可愛 這個麵包又好可愛 它有配麵包的 這裡也是 真的不是櫻蛋那個地方 真的到處都有 超多 背心交代 我不要背心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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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鱗子 花多眼了 走了走了 他們在地鐵站裡有這些牛奶店 所以是牛奶店來的 不過我第二天回來買的時候 發現到這種牛奶瓶是不可以帶走的 你一定要即場喝完之後 給回個瓶給老闆娘 我想全部都試完 這個麵包 這個經常排在這邊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本地牌子 我想全部都試完它 麥瓜 旁邊的什麼 檸檬奶 檸檬不可以和奶放在一起 想全部都試 日本的櫻花季 今天是4月9日 其實櫻花已經借了一半 我看到很多樹都拋了 已經沒有這種成狀 我們過了櫻花季 因為當時訂機票的時候 就是錯開季的時間買的 專門選了一個便宜一點的時間買 所以就知道應該都不是櫻花季開得最盛的時候 出了這個口 出了這個口 我們現在出了七元站之後 先去酒店放下行李 就是這一棟圓圓圓的店 靠河 都算是很便宜 我們一天睡的時候訂 提前三個月訂 然後是大概 美金五十元一晚 就是這一間酒店了 果然就是這一棟 它的行李可以存在大廳的 就是因為我們明天 是逛街吃東西之後 才搭新幹線 去大阪那邊 所以行李就要先寄存在酒店 那他們說寄存在酒店 前方是沒問題的 就算你check out了 離開酒店之後 也是可以繼續寄存的 它是在電梯間的 這裡有自助的 自己需要什麼就拿什麼 毛巾 你的套 有牙刷 棉籤 然後 還有 紅刷 尖刷 牙刷 有分尖頭和尖頭 我們的check out時間是10點 真的不是很大 就是一個人 這麼寬的距離 加個行李的距離 電梯就是這麼大 跟香港電梯一起去 好帥喔 酒店 沒有香港的感覺 好害怕 OK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嗎 已經到 看到了 跟香港一樣 真的很小很小 不過我想應該會減錯 而且 的確是很乾淨 日本的酒店是出了名乾淨 看看廁所 廁所還要是拉 很大 大過我香港住的民宿的廁所 有毛巾 有蜂筒 還有日本著名的洗屁股 馬桶 總體來說性格比都真的不錯 你想想五十元美金一晚 還要是住在市區裏面 是差不多 然後風景 我們是住在十五樓 我們看看 看看有什麼 看看這邊先 地鐵 但是不會很吵 我現在 雖然地鐵經過 我完全是聽不到地鐵拱拱聲 地下也不會震 那個是不是東京塔 這個洗手間 我也不知道要拿它 怎麼好 這個 根本就不會開 左拎拎 右拎拎 拎拎拎拎 才能開到水 看拎這個 根本就沒有反應 按這個按鈕 又沒有反應 現在拎上面 就發煞出水 然後 領下邊 就是水龍頭出水 OK 吃了現在 左邊是調溫度的 OKOK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下一期視頻看看 在外七圓 吃一間居酒屋 他們的生蛋雞肉 拌飯真的超級超級好吃 另外我們再去看看 秋葉原的Donkey 有什麼買 和香港的物價有什麼區別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 訂閱和訂閱 謝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